美帝骑士千万件 最最奇听我念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董乐 一个听懂听不懂都要假装懂了的正经女主播 欢迎来到今天的美帝奇闻榜 第一条 今日粉碎啊哦 美国大使在联合国批判美国 这蓬佩奥呀可急眼了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最近干了一件 让前国务卿蓬佩奥急眼的事情 据纽约邮报报道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 今日在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评论的时候说 我亲眼目睹了奴隶制的原罪 是如何将白人至上主义 编入我们的建国文件和原则的 当我分享这些故事呢 也是为了提供一种见解 格林菲尔德强调 一个我多年来学到的简单事实 种族主义不是经历过种族主义的人的问题 格林菲尔德这番话一出 可急坏了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 都说家丑不能外扬 你这孩子咋这样呢 蓬佩奥在接受采访时说呀 格林菲尔德的言论应该遭受谴责 而且呢 他应该失去在世界各地代表美国利益的资格 蓬佩奥还这么说 美国是一个高尚的地方 听到我们的驻联合国大使 谈到我们的建国从根本上来说是腐败和有缺陷的 并不高尚并不美好 我完全不同意 而格林菲尔德说的真的就不对吗 我无法呼吸 美国非裔男子弗洛伊德 去年遭白人警察跪杀时 泣血的最后一句话 如今已是美国少数族裔真实生活的缩影 严重的种族歧视 导致美国仇恨犯罪数量居高不下 美国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数据显示 在美国16个主要城市中 2020年 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犯罪 比2019年上升了149% 纽约时报这样报道 自3月29日 弗洛伊德案开始停舍以来 不到一个月 全美至少已有64人死在执法部门的手上 其中呢 非洲裔和拉丁美洲人占死者的一半以上 第二条 今日份最震惊 CNN都看不下去了 默默的发了一张带红点的地图 最近呀 CNN发布了一张不寻常的美国地图 地图上是触目惊心的一个一个的红点 而这每一个红点都代表着一起大规模的枪击案件 乍一看 西海岸的真不少 南部的还更多 东部更密集 真是全美商和点点红 按照CNN的说法 这还只是过去一个月的大规模枪击案 从3月16日亚特兰大8人被枪杀 到4月15日 印第安纳波利斯一跨地中心9人被打死 已经总共有45次 所谓的大规模枪击案 是指枪手至少打死或者打伤4人 不包括枪手自己在内 按照统计呢 2021年 美国已经发生了至少147起大规模的枪击案 公寓 学校 公园 加油站 便利店 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成为杀戮战场 哪怕是墙堡中的婴儿 都有可能是下一个受害者 CNN还配上了一段文字 写道 震惊 对吧 难过 对吧 无法容忍 对吧 根据联邦调查局FBI的数据 平均100个美国人拥有120.5支枪 世界第一 世界第二的是也门战乱之国 但是呢 人均持枪也只有美国的一半 而在过去的2020年 美国人购买了近2300万支枪支 创下了历史新高 这总统拜登呢 也很无奈 他一周前签署了行政令 加强枪支管制 感慨说道 这枪支暴力在这个国家成为了一种流行病 这让美国在国际上很势难堪 第三条 今日份最吓人 特斯拉撞树起火 车内两居难失 但是驾驶座上却没有人 据纽约邮报报道 4月17号晚上 在大德州的公路上 一辆特斯拉的Model S 在行驶期间撞到了树 并且引发了火灾 该事故导致车上两名男子丧身 这车呢 也被烧的仅剩下一个车架 值得注意的是 警方发现 事发时 车辆处于无人驾驶的状态 这起事件发生在17号晚上23点30分左右 事发时 这辆轿车在车道上急速行驶 随后撞树 并且起火 火灾持续了大约4个小时 大火被扑面以后 警方在车内发现了两具尸体 根据现场的照片 这辆特斯拉已经被烧的 只剩下一个车架子 当地警方说 两人的尸体呢 分别是在前排的乘客座位上 和后排的座位上 这辆特斯拉轿车 有自动驾驶的功能 警方说 有了现场的物证 和这类性质的东西 当晚发现尸体的位置 和撞击的轨迹 他们百分之百的确定 撞车时 驾驶座上 没有人在驾驶汽车 警方没有透露 关于两名死者的太多信息 官员们只是证实 两人的年龄 分别是59岁和69岁 另外 据路透社报道 特斯拉与美国 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目前还没有对此事 做出回应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说 今年三月份 已经针对特斯拉汽车的相撞事故 展开了27起的调查 其中至少三起车祸是最近发生的 近期发生多起事故以后 特斯拉的半自动驾驶系统 受到越来越严格的审查 然而 与此同时 特斯拉正准备向更多车主 推出更新版的全自动驾驶 特斯拉的CEO马斯克 在一月份的时候表示 他预计 完整的自动驾驶软件 将带来巨额的利润 并表示自己非常有信心 今年的这款车 将能够以超过人类的可靠性 自动驾驶 第四条 今日份最牛叉 32岁的女子怀上第12个孩子 每周花尿布600块 据金报近日报道 坎萨斯州阿肯瑟士 一位怀上第12个孩子的妈妈 分享了家中堆积乳衫 带洗衣物的视频 还表示 自己每天都要洗两大堆的衣服 这位妈妈名叫布里尼秋奇 今年只有32岁 她在网上发布了一段 跟孩子在衣服堆里 玩捉迷藏的视频 视频里 秋奇表示 大一点的孩子 已经会自己洗衣服了 但是呢 自己每天还是要洗两大堆的衣服 这位秋奇 在16岁生日后的每几天 就生下了第一个女儿 现在呢 已经16岁了 她跟前夫生了6个孩子 跟现任当建筑工人的丈夫 生了5个 肚子里的第12个孩子呢 将在今年的7月份出生 尽管每周要换600块的尿布 她还是想要这个孩子 尤其想要一个女孩 她说 自己的家庭并不依赖于救济金 去年 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人们对我们有很多的猜测 但都不是真的 我们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 秋奇坚称 自己的生活并不只是 无休止的混乱 并补充道 我从来没有计划过 要生死一个孩子 但是我也不会为了这个世界 而改变这件事情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美帝奇门榜 全部内容 刀刀刀刀 刀比刀 刀完今天 刀明天 我是你们的懂乐 明天的美帝奇闻榜 等你来哦